我们现在继续来学习第二节固定资产后续计量的内容 那么这个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呢 其实它就包括两块内容 第一块呢是固定资产折旧的一个处理 第二大块呢是固定资产 它应该资本化还是费用化的一些处理 我们先讲第一块折旧的一个处理 那么为什么要对固定资产进行一个折旧处理呢 你想啊这个固定资产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会一直这个磨损啊损耗啊 它的真实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在降低的 那如果说我们不对这个固定资产具体折旧的话 那么就会一直以一个全新的价值寄到账上呀 那就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来这个固定资产的价值了呀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会对这个固定资产啊 它的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具体一个折旧 那么这个折旧呢也体现了我们谨慎性的一个原则要求啊 我不能高估资产呢 我是不是不能高估资产 所以它体现的是一种谨慎性 那么什么叫固定资产折旧呢 它是指固定资产呢在使用寿命内 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的折旧额进行一个系统的分摊呢 什么叫做应计折旧额 什么叫应计折旧额 它是指应当计题折旧的这个固定资产啊 它的原价扣除去预计净残值之后的一个金额 就说原价是我取得时候的一个价款是不是啊 那我要扣掉预计净残值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固定资产能用十年 那么十年以后呢 我认为呢它可能也就卖个这个一百块钱呢 卖个一百块钱 那么我的残值就是一百块呀 那我需要对什么来计题这个折旧呢 比如说这个固定资产啊 当时是一万块买的 那么我需要计题折旧的数额呢 就是一万块啊 去减掉我一百块的一个残值啊 来去计题折旧啊 就是把这一部分的这个价值 在我使用的这个寿命内进行分摊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 如果他已经计题了减值准备啊 就是我发生了一些减值啊 我这个真实的这个价值 其实没有我账上记得那么高了 我要计题了一些减值准备啊 那么真实的反映我这个固定资产的价值啊 那如果计题了减值准备 就应该扣除我已经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之后的 一个累计金额啊 待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讲为什么要扣除这个减值准备啊 好这里先讲一下这个使用寿命 那么什么叫使用寿命呢 有同学说不就是这个固定资产 能够使用多少年吗 那没有那么简单啊 这个使用寿命呢 是指固定资产预期使用的一个期限 预期能够使用多少期限 那么有一些固定资产 你注意他的这个使用寿命啊 也可以用这个固定资产 这个资产啊 他能够生产的一些产品 或提供服务的数量来表示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有很多这种模具 它是这个企业的固定资产啊 它是压模用的啊 那么你把这个材料倒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形成一些成品啊 成的一些产品成品 那么这种模具 它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可能啊 就是有数量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我压模啊 压100个啊 以内 我的这个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当我压100个以上 当它压到101个的时候 那么我压出来的这个产品 就准确性就没那么高了啊 就不符合我的这个标准了啊 所以这种固定资产呢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预期的能够确定它的一个 使用的一个寿命的一个期限 而是根据什么呢 而是根据我能够生产出来的 这种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数量 来确定我的一个使用寿命的 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因其折旧额的这个问题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啊 我有一项固定资产 我分10年啊 简单一点的话 我按直线法来进行折旧啊 就是直线法就每年分摊 平均分摊这个折旧啊 那如果说我的原价是100万的话 我的残值10万元 我100万买的 然后呢 我最后第10年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 还能卖10万块钱啊 那么我如果用直线法来进行折旧 在T0这个时点啊 它的价值是100万 然后它的残值是10万 那我如果是按直线法来进行折旧 我是不是每年应该折9万呀 9万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式 我的应计折旧额应该是我的原价减去我的残值 等于90吧 那我每年的折旧额 直线法的话去除以我一共能用10年 是不是就9万呀 那么第一年啊 折9万 第二年 折9万 那大家注意 在T2这个时点啊 我 我的这个固定资产啊 出现了一些这个情况啊 发生了一个减值 那么我记提了减值20万 如果我当时当下啊 记提了这个减值20万 那么我在折旧的折旧的时候 我的应计折旧额就会发生变化 我就不能够再按我刚才计算的这种方式啊 一共90的一个应计折旧额 然后去平均除以10算9万了 那么从T2这个时点 我的应计折旧额就变成了100的原价 减去10万的一个残值 再减去什么 我前两年记提的一个折旧啊 再减掉一个什么 我记提的减值啊 刚才我们这个规定里是不是讲到了 原价减去我的残值 如果有减值的话 还要把减值的这一部分给减掉啊 那么这个52才是企业 在T2这个时点真实的一个账面价值吧 那么后续我在记提折旧的时候 就应该以这个真实的账面价值 再去重新计算我的折旧额呀 好那么第三年 我应该记提的折旧额是多少 在T2这个时点 我我已经用了两年了是不是啊 那么未来还能用八年呗 那么52去除以8 6.5啊 这就是我第三年应该记的一个折旧额吧 那么这个企业很不幸 在T3的时候 他又发生了一些情况啊 又记提了这个减值10万 那么真实的账面啊 就应该再减去10万吧 那么应记的折旧额 也要相应的发生变化呀 那么减去 这个再减去一个10万 也就是52减去我第三年提的折旧 再减去我的一个减值 得到35.5 那么第四年开始 我的这个折旧 就应该以35.5为基础 为我的这个应记折旧额 我的基础来计算折旧了 那么第四年开始 我还只能用7年呗 那么35.5去除以7 等于5.07万啊 是这样的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 应记折旧额 一定是要考虑我的减值 还有我的残值啊 用我的原价去减我的 减值减我的残值 得到应记折旧额 去计算折旧 好 那么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 一些因素有哪些呢 第一 固定资产的原价 这个肯定的 是不是啊 我们刚才讲 引起这个固定资产折旧的 应记折旧额啊 就是原价减去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么固定资产的原价啊 也就是固定资产的成本 肯定会影响我的折旧啊 然后第二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那这个肯定也会影响我的折旧啊 那么这个使用寿命 你注意 除了我刚才讲的啊 它可能是有数量的一个要求以外 那么还要考虑 我预计的一个生产能力和食物的产量 来判断我这个固定资产 到底我使用寿命有多多久啊 那么还要考虑什么呢 一些有形的损耗 比如说我设备啊 在使用过程当中我会发生磨损啊 房屋的建筑物 我会受到一些自然的侵蚀啊 那么这样的一些磨损和自然侵蚀 这种有形的损耗 你要在你考虑这个使用寿命的时候 要考虑进去 除了有形的损耗 这里大家注意 还有一些无形的损耗 也会影响你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确定 你比如说啊 新的技术出现了 那么会导致我这个固定资产啊 是原来我是我是我是老具 我老的技术呗啊 我是旧的一个设备呗 那新技术一出现了 那我的这个设备就贬值了吗 我能用的这个时间啊 就会短呀 那有没有一些法律的一个规定啊 规定你只能使用多少年 那么这个使用说明在确定的时候呢 要考虑这些因素啊 有形的不形的一些损耗啊 自己实际的一些生产能力和食物产量等等 那么第三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一个因素呢 是预计的一个净残值 那么这个预计的净残值呢 是指我处置当中啊 获得的一些这个收入也好啊 处置的一些收益啊 然后减掉我处置的一些费用之后 的一些金额 净残值也会影响我的这个固定资产折旧 那么还有一项刚才讲到了 就是减值啊 我要减掉我累计减值的一些金额啊 其实它的影响因素 你根本就不用记啊 它不就是这个公式里面 应计折旧我的一个公式吗 是不是啊 原下减残值 减这个减值 那么它这些因素 它肯定都会影响我固定资产折旧的一个金额啊 好 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好第三固定资产折旧的一个范围啊 除了以下情况以外呢 企业应当对所有的固定资产都应该记替折旧 哪些情况呢 已经提足了折旧 但是我还在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我折旧都已经提完了 你还在去提它干嘛呢 提足了就不用再去提了 第三按照规定单独计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一个土地啊 那大家注意啊 这个土地一般我们是不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规定呢 就是我们国家呢 在很早以前啊 对一些公有制的一些企业啊 允许他们呢 嗯 这个土地入账的时候是做固定资产入账的啊 固定资产入账的 那么现在呢我们新准则规定的啊 就是这个土地你入账的时候 那肯定是不做固定资产入账的啊 那么它基本上是做无形资产入账的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它也是不用去提折旧的 为什么呢 你想这种土地啊 它和一般的固定资产不一样啊 它不会损耗啊 它不会损耗啊 那固定资产为什么要提折旧啊 就是因为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磨损啊 会有这个价值的降低啊 但是土地我怎么使用它 它都不会有一些磨损损耗啊 所以对土地来提折旧啊 其实是非常奇怪的啊 那么我们后面的做无形资产的话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摊销啊 所以这里啊 把它简单的记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两类啊 固定资产 我是不用提折旧的 一种是提足折旧的 但是我继续使用的 第二呢 是按规定单独计价 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一个土地 是不用提折旧的 好 下面再来看一下固定资产 开始和停止 即提折旧的一个时间 首先 企业呢 应当按月来提折旧 啊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提折旧 从下个月起开始提折旧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当月照提折旧 从下个月起不提折旧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的这项固定资产啊 你是1月31号取得的 当月增加的 当月要不要提折旧 不提 下个月开始提 也就是说从2月开始提折旧 是不是啊 那不管你是1月几号取得的 你1月1号取得的也好 你1月15号取得的也好 当月增加的 我当月都是不提折旧的 因为我是按月去提的啊 我不能说啊 我这个1月15号取得的 我要不我提半个月的折旧 不是的 我们是按月来去提折旧的 那么你 不管你这个月里边是几号取得的啊 我都是从下个月开始提折旧 当年 我就折11个月就行了 那如果说你你这个减少啊 你把你的固定资产 你在12月31号的时候卖掉了 那你12月31号卖掉了 你12月也是要照提折旧的啊 当年折旧12个月 你说你啊 这个12月1号卖掉 你要不要提折旧 也是要提折旧的啊 不管你在月中什么时候卖掉啊 你都要照提折旧的啊 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记住了啊 这个呢 可以和后边到时候 咱们讲无形资产摊销的时候 大家联系起来记忆一下 因为他们两个是相反的啊 好 第二固定资产提足了折旧之后 均不再提取折旧 刚才我们是不是说过了啊 就提足折旧的仍然继续使用的 那么就不用提折旧了 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也不再去补提了啊 就本来我提的好好的 但是我发现我这固定资产 突然不能用了啊 我需不需要把以后的再补提过来 不用了啊 就提前报废的啊 就不用再补提了 第三 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是尚未办理进攻决算的 这种固定资产 应当按照什么估计的一个价值 确定其成本并集体折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的这项固定资产 它是不是要入账 是不是要转成固定资产 它并不是看我是不是办理了 进攻决算 而是我有没有达到 我预定可使用的一个状态 那么有一些企业 它建了这个固定资产 它已经达到可使用状态 它已经可以使用了 但是它就拖着 它就不去办理进攻决算 那么这样的企业 我不能这个不处理吧 不入账吧 因为我固定资产都已经建好了呀 那么我们的准则就规定了 你你办你的竣工决算啊 那么这个固定资产入账 还是一定要入账的啊 就已经达到我的这个可使用状态了 我就必须到我的账上来反应啊 但我反应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办理这个竣工决算 所以我并没有拿到这个发票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本结算的一些数据啊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以一个估计的啊 暂估的一个价值 先确定它成本吧 那开始记题折旧啊 它已经达到可使用状态了 它就要记题折旧了呀 那么办理了竣工决算以后呢 你可能会发现 我实际上的这个成本 和我原来暂估的这个价值 是不是不一致啊 那么不一致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的准则 是这样规定的啊 就是我办理竣工决算后呢 按照实际的成本 去调整原来的一个暂估价值 按照实际的成本去调啊 我原来的这个估计价值 是不是不对啊 那么去调 那么调的时候呢 是要去追溯调整啊 就是调整原来的这个价值的 但是有一个但是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不需要调整 原来已经记题的一个折旧了 你想啊 我的暂估价值 和我的实际价值不一致 那么会导致我原来 记题的这个折旧额 其实并不能反映我真实的一个 损耗 对不对 那我的准则规定是 我办理军工决算之后 我原来的暂估价值 需要去追溯调整啊 调整我原来的价值的 但是我的折旧额啊 随它去了啊 未来适用法 适用一个未来适用法 不追溯调整 我只需要按照我新确定的 我的实际成本 再去计量我未来应该有的折旧额就可以了 我原来的折旧额 不用再进行追溯调整了啊 那么这是一种会计估计的一个变更 会计估计的一个变更 那么只要涉及到固定资产的啊 这个固定资产调整 它的净残值啊 调整它的折旧方法呀 调整它的寿命啊 那么都是会计估计变更啊 我们后面也会再提到 那么这里呢 你要把它记住啊 就是以达到使用状态 但是尚未办理军工决算的 要不要入账 要 并且是以估计的一个价值入账 开始记折旧吧 要记折旧 如果办理了军工决算 发现我实际成本 和我估计的一个价值有出入 那么我就应该按实际的成本 去调整我原来的一个赞顾价值 但是我不需要调整 原来已经记忆体的折旧额 好 第四 出于更新改造过程当中 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什么叫更新改造啊 待会我们会学到啊 这个更新改造 那么这种更新改造呢 其实它是 固定资产后续后续之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啊 比如说 我的这个机器设备啊 我的生产线吧 我的这个生产线运转的 好好的啊 但是呢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技术 挺好的 那么我需要呢 把我的这个生产线 某一个部分 把它窄掉啊 我把这个新技术引进来啊 对我原来有的这个生产线呢 进行一个改造 那么这个更新改造以后呢 就会大大的提升我的这个生产能力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要先怎么样 停止使用 先停止使用 停止使用的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把这个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先转入 再建工程 你想啊 你把固定资产的这个账面价值啊 都转入到再建工程了 那么再建工程 肯定是不要再提折旧吧 就固定资产才提折旧啊 你再建工程了 你怎么去提折旧啊 也就是说 我更新改造期间 我不提折旧 那么更新改造项目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是不是还要再从再建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啊 那么转到固定资产之后呢 我再重新确定 折旧的方法和折旧 上可使用的一个年限啊 再去重新计量我的这个折旧 那么这个我们也称为改扩建期间 或者是更新改造的一个期间 叫更新改造啊 改扩建 或者叫改良更新改造改扩建啊 都是一回事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改造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是先转再建工程的啊 所以不需要去提折旧 第五 固定资产呢 在定期的大修理期间 照提折旧 它是一种修理哦 你注意更新改造 它会将你的这个固定资产上 有一个质的飞跃啊 质的提升 大大提高你的生产能力 但是我们讲的这种修理啊 只是让你的这个固定资产啊 维持现状啊 维持现状能够正常的运转 你可能啊 比如说 我这个每期都要进行维护 像我们这个电梯啊 每电梯啊 经常会有这个维修维修保养啊 你的这种维修保养啊 并不能使你这个电梯 电梯性能实现一个质的飞跃吧 它只是维持一个原有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转入 再建工程的啊 不需要将固定资产转入再建工程的话 那么怎么样 还是照提折旧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 在客观题里特别喜欢考这个选项 就是要不要提折旧的这个问题啊 更新改造过程当中啊 是不提折旧 定期大修理期间照提折旧啊 把它搞清楚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固定资产折旧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 处于积极性修理过程当中 固定资产在修理期间 应当停止既提折旧 我们刚才刚说了是吧 修理过程当中的这个固定资产 它是不需要转入再建工程的 所以它要照提折旧 A是错误的 B 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 怎么样呢 应当按照暂估的价值既提折旧 暂估价值入账 然后既提折旧 那么当办理完了这个竣工决算以后呢 我们再去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 但是不需要去调整 已经既提的折旧了 所以B是正确的 C 自用的固定资产 转为成本模式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后 仍应当既提折旧 这个是正确的 我们还没有学投资性房地产 学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了 投资性房地产呢 它有成本模式和 过云价值模式计量 两种方式 那么成本模式计量呢 它仍然需要既提折旧 D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预期消耗方式 发生重大改变的 应当调整折旧方法 这个也是正确的啊 待会儿我们马上就会讲到 这个固定资产 折旧的这个问题啊 也会提到这个预期消耗的方式 所以这个题选B C D 再看一个多选题 那么下列固定资产中 应该既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有 A 经营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 那么一定是照题折旧啊 那么如果是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呢 那么就不需要既提折旧了 是不是啊 好 你看这个D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 实质重于形式的一个原则 是不是我们要作为自己的固定资产入账啊 那么需要既提折旧呗 B 季节性停用的 季节性停用期间是不是照题啊 照题折旧 正在改阔经验的固定资产 是不是要转入到再建工程啊 那需不需要提折旧啊 不需要提折旧 等它改阔建完成之后 转到固定资产以后啊 再去提折旧 那么C 不选 E 未使用的一个设备 未使用的一个设备啊 是不是要提折旧啊 也是要提折旧的啊 你虽然说没有使用 但是也要去提 F 以划分为持有代受的这种固定资产 那么持有代受固定资产呢 我们有没有学啊 那么这种固定资产 当它划分为持有代受的时候呢 它就不需要再去提折旧了 G 已经完工 投入使用 但尚未办理军工决算的自建厂房 我们刚才讲了 是不是 没有办理这个军工决算 但是也要以暂顾价值入账 而具体折旧啊 H 以供应价值模式进行计量的 后续计量的 以出租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啊 厂房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供应价值模式进行计量呢 是不提折旧的 成本模式进行计量才会去提折旧啊 所以这个题选A B D E Z 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那么企业呢 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 合理的选择折旧方法啊 我们怎么如何消耗它的啊 我是前期消耗的多呢 我还是后期消耗的多呢 那么根据这种预期 我是怎么消耗它的啊 这种消耗方式来合理的选择我的折旧方法 那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呢 一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啊 你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变来变去的 那么确需变更 就是我的预期消耗方式如果说发生了一个变化 我需要变更的话 那么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啊 我刚才说了 这个与折旧方法有关的啊 我是调整了净残值啊 我是调整了使用寿命啊 我调整了折旧方法啊 这些都是啊 会计估计的一个变更 那么适用于未来试用法 也就是说我是不需要去追溯调整的 只需要在我变更日以后呢 按照我新的变更的这个方法啊 再去重新确定啊 我应该具体的折旧额就可以了 那么为什么不用收入为基础来进行折旧啊 我们以前准则是按照收入为基础进行折旧的 后来呢 我们改成了预期消耗方式啊 来具体折旧啊 来计算这个选择这个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收入啊 它可能受到的因素非常多啊 你想想你的这个收入受到什么因素影响 我可能会受到我投入多少的影响是不是啊 也可能会受到我生产过程啊 这个这个复杂的这些生产过程的一些影响 也可能会与我的这个售后啊 销售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影响 它受的这个影响因素太多了 那么这些因素呢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呀 啊 所以企业呢 不应该以包括使用固定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 产生的收入为基础进行折旧啊 我们不应该以收入为基础进行折旧 而就是预期消耗方式为基础啊 那么固定资产的折旧呢 我们有四种方法 那么前两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直线法 也就是说它是平均的 非常均匀的啊 在每一期进行折旧 那么还有第二种方法呢 叫做加速折旧法 因为我们认为啊 这个固定资产 你刚买来的时候新的 是不是啊 它的效率会比较高啊 产生的经济利益会比较多啊 那么约往后呢 你的这个维修费用也多了 这个机器也老化了呀啊 所以啊 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受益期间内啊 它的折旧应该并不是啊 非常平均的啊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加速折旧的一个方法啊 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 那么就认为呢 我每一期的负荷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折旧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下面来学习一下啊 每种方法应该如何去计算 首先第一种方法 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呢 它是将固定资产的应计折旧额啊 它均衡的分摊到固定资产 预计使用寿命内的一种方法 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的都要吐啊 每一期的折旧额都是相等的 我就把我的应计折旧额平均分配不就行了吗 那么固定资产的年折旧额就等于我原价减去我预计的净产值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应计折旧额呗呗 它进行分摊 怎么分摊 均衡的分摊 那不就除以预计的一个使用年限吗 那么有的时候呢 题目会告诉你一个年折旧率 那么它如果告诉你年折旧率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啊 你直接用原价去乘以我每年的一个折旧率 那么也就会算出来年折旧额了 那如果是计算月折旧额呢 就用我们刚才讲的年折旧额去除以12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立体啊 我就不放大篇幅给大家展示这个立体了 因为特别简单啊 好 假公司的厂房原价是这么多 那么预计呢 使用10年 报废时残旧率是5% 那么年折旧额就等于 我的原价减去残旧 或者是用原价乘以1减去残旧率啊 都是一回事啊 都是应计折旧额 去除业用10年呗 那么年折旧额就算出来了 月折旧额怎么算呢 年折旧额去除以12呗 是不是很简单 简单到2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年限平均法呢 它有自己的一个局限性 什么局限性呢 就是它这种方法啊 它并没有考虑 这个固定资产 它不同的年份啊 提供的经济效益是不同的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固定资产刚开始前期 是不是比较新啊 那么它前期是不是 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比较多 那么后期是不是会比较少啊 另一个呢 它也没有考虑 我每年维修费用会增加啊 我越用越老啊 你像我们开的汽车一样啊 那么汽车刚开始前几年 可能根本就不用维修啊 都是新的 那么后面几年啊 这里也不好使了 那里也不好使了 那么每年的维修费用会增加呀 如果说这个固定资产 复合的程度不同啊 就是说我们经济利益不同啊 维修费用也不同啊 复合的这个程度不同啊 那么年限平均法 它就不能够真实的反映 我实际的一个情况了 因为我是均衡的去分摊的呀 所以我记题的这个折旧额 和固定资产的损耗程度 就不会相符 这是年限平均法 它的一个局限性啊 把它理解一下 不用背理解一下就可以 第二工作量法 这种工作量法呢 是根据实际的这个工作量啊 来去计算 每期我应该提的折旧额的一种方法 根据我实际工作了多少工作量来提 那么怎么去提呢 单位工作量的一个折旧额 我先记出来 我先计算出来每一个单位工作量 我应该记题多少折旧额 然后我这个月 一共工作了多少个单位 去乘单位工作量折旧额 不就算出来了吗 好 那么单位工作量折旧额 它其实等于固定资产的原价 去乘一一减据预计净残残值率 这不就是我们的应计折旧额吗 去除以什么 预计总的工作量 它和年限平均法 是不是有点像 年限平均法 是除以我的使用的年限 它是除以工作量 进行一个平均 那么单位工作量折旧额算出来之后呢 我去乘以一个当月 我实际工作的工作量 那么就会得到我一个月 它的折旧额是多少了 来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假公司呢 一台机器设备原价是这么多 那么预计生产能力呢 是这么多 那么残值率5% 本月呢 生产 这个产品 14万个啊 没有减值 单位产品的一个折旧额 那么就用我的原价 去乘以我一减残值率 去除以我一共的一个生产能力 也就是我预计的总的工作量呗 那么你会算出来 单位的工作量 是单位的这个工作量折旧额呢 是0.19元一个 也就是说 我每一个产品 它的折旧额是0.19元 那么我这个月 一共生产的产品4万个呀 那么4万个去乘以0.19 得到7600元 这就是本月应该提的一个折旧额呀 所以你看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啊 就是我单位工作量 它的一个折旧额 先把它算出来 然后去乘以我当月实际工作量 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方法呢 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工作量法假定 固定资产价值的降低呢 它不是由于时间的一个推移 而是由于我使用它 它直接与我的工作量相关吗 所以是与我的使用有关的 那么对于一些有形的磨损 比经济折旧更为重要的一个情况下 这一个假定是合理的 它比较强调一种有形的磨损 是不是 那么我之前还讲到过 除了一种有形的磨损 是不是还有一些 无形的一些损耗啊 什么叫无形的一些损耗啊 比如说新技术的一个出现啊 给我带来的一个冲击 是我的这个固定资产价值发生的变化 那么无形的这种损耗也是客观存在的呀 那固定资产即使我不使用 是不是也会折旧啊 不可能会有一直偿心的这种固定资产吧 所以使用工作量法就没有办法在账面上对它进行反应 也就是说工作量法 它对无形损耗的这个考察太差了 它特别注重的是一些有形的损耗 因为它它这个重点看的是我使用的这个进度 使用的这个过程啊 产生的这个工作量 好第三种方法 加速折旧法里边的第一种方法 叫做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呢 它是认为我不考虑预计净残值的一种情况下 根据每一期期出固定资产的原价 减去累计折旧后的一个金额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 固定资产的净值 也就是说这个净值 它实际上是没有减残值吧 它只是减掉了我累计折旧吧 这叫做固定资产净值哦 它并不是这个折旧的减去残值以后的一个值 和双倍的直线法进行折旧 什么叫双倍的直线法 待会你就知道了啊 来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公式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是双倍了 因为它的分子是2 两倍 它的年折旧率等于什么呢 2去除以我预计使用的一个年限 为什么这里是2呢 它就是规定是2 你不用去纠结它为什么是2 它的年折旧率呢 是2除以预计的一个使用年限 那么你会发现 我预计的一个使用年限 比如说我能用10年 如果我没有发生一些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 我不用了 我打算不用了 那么假设它不变化的话 你会发现我的年折旧率永远都是十分之二 这10年里边我一直都是十分之二吧 那也就是说我的年折旧率这个数是不是一直都不会变化 那么年折旧额呢 用的是我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也就是说不考虑残值之后的一个账面净值 去乘以我的年折旧率 那我的这个账面净值等于我的原价减去我累计折旧啊 那这个值因为我每年累计折旧的增加 那么是不是会导致我账面净值其实是在逐渐的降低啊 那么我账面净值的降低啊 那么我年折旧率不变 最终会导致什么 我的年折旧额是不是在逐渐的降低啊 年折旧额在逐渐的降低 这就叫双倍余额递减法 那么它会使呢前边几年啊 前边的年份 我的折旧额是要大于我后边的一个年份的 我的折旧额逐渐递减 那么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啊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啊 我在计算这个年折旧额的时候 用的这个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啊 它是没有减残值的 是不是啊 那如果我往后一直计算 计算一直计算下去 你会发现在这种方法计算折旧额的时候 我最后我不能使我的这个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降低到它预计净残值以下呀 我一直往下减 一直往下减 我很可能把这个值降到了我 预计净残值比我预计净残值还要低了 那怎么能行呢 是不是啊 所以这种方法啊 因为它前面没有考虑净残值 那么我后边就要考虑净残值了 那么因此在最后两年 它规定最后两年 为什么是最后两年 它就是规定最后两年 和这里为什么规定是二一样 它就是规定是二 你把它记住就行了 不用太纠结啊 最后两年将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呢 扣除预计净残值 是不是现在要考虑预计净残值啊 好 再去做平均摊销 也就是说 我最后两年的时候 我改成值先吧 那么最后两年呢 我考虑了净残值 最后两年折旧额 直线法的话 应该是相同的 相同的 所以说 双倍余额递减法 它不考虑预计净残值 只是说我前边的计算 是没有考虑预计净残值的 在我最后两年 变成直线法以后 我还是要考虑净残值的 这个明白了吗 不明白 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来做一个题目 通过题目的这个计算呢 你就应该掌握这个方法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 假公司呢 某项固定资产原值原始价值啊 100万 那么估计净残值呢 是4万元 预计使用年限5年 该项固定资产 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 来计题折旧 那么各年的折旧额 计算如下 我们呢 可以先算一算 它的年折旧率 因为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率 不是前面几年 都是不变的吗 那么它折旧率 年折旧率应该怎么算 分子2 不变 是不是啊 双倍嘛 就是2 那么分母是什么 分母是我的预计使用年限吧 5年 所以是5分之2 40%的年折旧率 不变 那么它每年应该计题的折旧额 就等于我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 去乘以年折旧率吧 好 第一年 它的固定资产年初账面净值 应该是多少 账面就等于原始的价值 去减去累计折旧啊 第一年还没有累计折旧 所以它的年初账面净值就是100万 那么用100万去乘以它的年折旧率 就得到了它的年折旧额吧 好 再往下 第二年 还是一样的计算方法 用年初的账面净值 去乘以年折旧率啊 它的年初账面净值是多少了 原来是100万减掉我的累计折旧啊 我第一年提了40万的一个折旧 是不是要100万去减去40万啊 我们得到60万的年初账面净值啊 好 那么60万的年初账面净值去乘以年折旧率 那么就等于我今年应该寄提的年折旧额呀 第三年也是一样啊 第三年 我的账面净值还要再减去我的一个累计折旧吧 就是60万再减去我的新增的我的一个折旧额呀 那么等于36啊 它去乘以我的年折旧率 那么就得到我的年折旧额呀 那么对于双倍余额递减法呢 最后两年我们要把它改成直线法来具体折旧 那么这个直线法在具体折旧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考虑净残值吧 好 那么来算一下第四年啊 我应该提多少折旧 那么第四年的年初账面净值21万6 那么它要减掉残值之后再去计算吧 那么21.6减去4万啊 这个就是我这个公司啊 在第四年它的一个应计折旧额吧 那么这个值去除以2 因为它最后还能剩2年嘛 作为一个直线法的一个平均 那么就会算出来 我应该记得折旧 应该是8.8 那么第五年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折旧直线法 所以第四年和第五年 它是相同的一个数额 好 这个就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来具体折旧的一个计算 我们现在再来学习一下 最后一种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年数总和法 这个年数总和法呢 它是指将固定资产的原价 减去预计净残值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双倍余额递减法 是不是不考虑净残值啊 那么年数总和法 它是考虑净残值的 那么减掉它的一个余额呢 乘以一个以固定资产 上可使用寿命为分子 以预计使用寿命逐年数字之和为分母的 逐年递减的分数 来计算每年的一个折旧额 什么意思啊 看公式 它的年折旧率 等于上可使用的寿命 去除以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 你比如说 我上可使用五年 那么我下边 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 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 那如果说我上可使用是六年 那么下面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 这个是它的年折旧率 年折旧率 那年折旧率算出来之后 你可以算一个年折旧额 我们的这个年折旧额呢 它等于固定资产原价 减去预计净残值之后 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直线法是一样的 它的英计折旧额是一样的 然后去乘以一个年折旧率 那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算的这个值 年折旧率 它是不是在一直降低呀 为什么 因为它上可使用的这个寿命 是不是在降低呀 它的分子在降低 所以会导致它的年折旧率在逐渐降低 那么年折旧率在逐渐降低 这个值又是不变的 那么会导致我的年折旧额 也是逐渐降低的 也就是说我前期折的多 我后期折的少 这就叫加速折旧嘛 我现在先多折一点嘛 它和这个双倍余额地减法一样 都是前期折的多 后期折的少 那么大家在计算这个年折旧率的时候 有一个简便的一个公式 要注意啊 就是这个分母分子啊 上可使用寿命 如果它告诉了你已经使用的年数啊 没有直接提案里 没有直接告诉你说上可使用多少年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固定资产预计的使用 使用这个年限去减掉已使用的年数 那不就是上可使用年数吗 关键是这个分母啊 因为我们要算一个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嘛 1加2加3加4加5加6 计算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有一个数学上的一个画等的一个公式啊 就是预计使用的年限去乘业啊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使用的这个年限 然后叫寿命加1 然后再去除以2 你比如说我预计使用寿命是5年 那么我的分母就应该是5乘以6除以2 等于15 是不是就很快 就不用1加2加3加4加5 有个同学说 老师这么几个数我加加又不会很费时间的 那如果说这个题目里告诉了你10年了 你要1加2加一直加到10吗 那就会比较麻烦吧 那10年的话 10乘以11除以2 那是55 是不是非常快 所以你还是要把这个分母 它这个计算公式 把它稍微记一下 记起来也很简单啊 预计使用寿命 预计使用的年限 乘以预计使用寿命的年限 加1除以2 很快的啊 好 那么它可以帮助你提高做题的速度啊 来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某企业 家企业呢 某项这个固定资产啊 原始价值呢 是100万 那么估计呢 净残值是4万 预计使用年限5年 和刚才那个提案是一样的啊 那该项固定资产采用年数总和法的话 它应该如何去具体折旧 那我们刚才讲的年数总和法 它有一项是不变的 就是我原值减去净残值 这个是不变的 是不是啊 那我变化的就是我的年折旧率啊 啊 刚才我们讲了年折旧率啊 如果是5年的话 它的分母应该是15 是不是啊 那么第一年 我上课使用还有5年嘛 那么这个年折旧率就是15分之5呗 第二年 我的这个上课使用年限 是不是变成4年了 好 那么我的年折旧率变成了15分之4啊 第三年 我上课使用年限变成3年了 那么我的年折旧率15分之3嘛 一次往后 一直到最后一年 是不是15分之1啊 那我的年折旧额呢 就等于我的原值减去净残值 去乘以我算出来的年折旧率 那么就会得到我的每年的折旧额 是不是也不难呀 那么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注意 不用列这样的一个表 你直接去算就行了 列表的话就会比较麻烦 列表就会比较麻烦 那么大家注意啊 就是在计算这个折旧的时候啊 特别是我们用这个双倍余额递减法 和年数总和法的时候 算出的这个折旧额啊 它它是年折旧额 或者是月折旧额 你看我们刚才算的这个啊 算的 我们以这个年数总和法为例 它算出来的这个折旧额 是不是我第一年应该折 应该计提多少折旧啊 那么这32万就是说 我第一年啊 我取得了这项资产以后 我开始计提 对这项固定资产 开始计提折旧之后 这一个12个月份啊 我应该计的这个折旧额是32万 那么第二年 我应该计的是25万6 它是按年来算的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固定资产 它在计提折旧的时候 如果我取得了一项固定资产 我提折旧 应该是从下个月开始提 是不是啊 然后你取得这个固定资产的 这个时点 也不一定是在1月1号吧 也不一定是在12月31号 然后我从1月才开始折吧 那么很有可能 你取得的这项固定资产呢 它不是年初 而是年终取得了 那么每年计提的这个折旧额呢 就需要将计算出的年折旧额 我在不同的年份之间 我来进行一个分配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题目啊 假设这个上面那个题目里面 我固定资产取得的时间是2021年9月2号 我随便写取得 我随便写的啊 9月2号 那么我在取得的下个月 是不是才要开始计提折旧啊 我9月要不要提 9月不提 所以2021年 我其实是提了10月 11月和12个月 3个月吧 我3个月的时间去计提折旧啊 那么我们刚才算出来多少 第一年它是不是折旧额应该是32万啊 那么这个32万应该分摊到2021年的 就是三个月吧 所以2021年当年的折旧额应该是32万去乘业 3除以12 8万元啊 你说2021年当年的折旧额就是8万元 这个能理解吧 那2022年的折旧额呢 32万去乘业 还剩几个月啊 还剩9个月吧 那么三个月加9个月 那么一年的折旧额就折完了呀 好 那么还加上什么 还有三个月啊 三个月是会到第二年了 第二年是多少 25万6啊 25万6 去乘业 几个月啊 还剩几个月 三个月 那么后边也是一样的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用这种方法啊 用这个双倍余额地减法 和年数总合法啊 这些方法计算出来的折旧额 就是一个一年的折旧额 一年的一个折旧额 你也可以算出来一个月的折旧额 但是它并不代表我某一年就要具体那么多的折旧 你具体的你要看我的这个固定资产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么要从取得年份的 取得这个月份的下个月才开始去提折旧 那么你看看啊 这个固定资产当年应该提多少折旧 要一步一步的去算了啊 好 这是计算折旧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做一个单选题啊 假公司呢 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该公司在某六年五月十号呢 购入了需安装的一个设备一台 价款呢是五百万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向税额为八十五万 为购买该设备呢 发生这个运输途中有个保险费二十万 设备安装过程当中呢 领用了材料五十万 相关的增值税进向税额是八连五万元 支付了安装工人的工资十二万 那么该设备在2056年12月30号 达到了一个预定可使用的状态 那么假公司呢 对该设备采用年数总和法来计提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十年 竞产值为零 那么不考虑其他因素 他应该提的折旧额是多少 他问的是零七年啊 那么这个题呢 他就很巧妙的啊 将我们第一节 他的这个入账 价值的一个确定和我们折旧 放在一起进行一个考察了 那么其实呢 我们这个筑块考试 大家都知道比较难啊 他单纯的考一个 折旧的一个计算 他其实不太划算的啊 所以呢 对于折旧的一个计算 要么你看像这种 跟这种前边的入账 这个知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 那要么呢 他放在主观体里 做一个拼盘体 一个小问号啊 那么来问你 他不会单独的考一个 你用年数总和法列表计算的一个题目 性价比比较低 那么这个题目 你在算的时候 肯定要首先算一算 这项固定资产 他入账价值是多少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价款五百万 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要记进来啊 那么还有呢 运输的这个保险费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么增值税的进行税额 一出来啊 一般那时候 马上给划掉 他肯定是不能够 记录成本当中去的呀 设备安装过程当中 领用了材料 是不是五十万 那么这个五十万 也是可以 记录到成本当中去的啊 没问题 那么相关增值税 进行税额 划掉 支付安装工人的工资 这个也没有问题 没了 那么这个 五百加二十加五十加十二 就是这个固定资产的 入账金额吧 好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取得的 某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号 他应该从什么时候 开始记题折旧啊 这个题还是比较仁慈的 那么就是从一月一号 零七年 一月一号吧 一月一号 那么某七年 他是不是可以记题一整年啊 可以啊 那么他用的什么方法 年数总和法 那么年数总和法 我们在算的时候啊 他的原价 原价已经算出来了吧 减掉什么 残值 残值是零啊 然后再去乘以一个 分子是上和使用的年限 十年吧 分母是什么 年数之和呀 这里是不是出来了 如果你不记 罗老师给你讲的那个公式的话 你要从一加到十了 当然有同学数学比较好 一加到十他都没过啊 那么你如果没有背过的话 那么就是十乘以十一除以二呗 55呗 所以一下子就把它算出来了啊 这是这个题目 这个答案选C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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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